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 母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佛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 为天为大为大阿只有天最高大天 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道大到无情生于天地 大到无情运行日月 大到无明 将将万物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新静今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日记事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何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 第二十节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 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 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相信 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明明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 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 成是在天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 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 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的说天底 昭昭老天 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 看不见的并不表示 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坡 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坡 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坡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坡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 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 何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 有一位真上帝 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派出 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